半年前于春春明月节关船 把船上士兵都干掉 抢夺朝廷贡品 宝物藏着千年阿嫖 把所有士兵的怨气吸收 是要向村民报复 路过的道士使用中轨宝剑 对付阿嫖 把千年阿嫖 封印了在园林的古井里 村长请来戏班 唱戏镇压怨气 唱戏的主角和朋友获得藏宝图 前往园林寻找贡品 许多阿嫖出现 主角和朋友遇到鬼打墙 走不出园林 阿嫖想要附身主角 主角掏出一张霍霍照片 阿嫖立马转头附身朋友 对付主角 主角与朋友打斗交手过后 使出道法将阿嫖打出朋友体外 你这是什么护身法器 我怎么没见过 这是星穷体调里的霍霍 别看像个小萝莉 变身后对付阿嫖 还是有两把大刷子的 主角镇压阿嫖让朋友先走 朋友生气扔出石头报复 刚好砸破湖井 千年阿嫖吸收了其他阿嫖被走 当晚村长们所有村民 被千年阿嫖包复 主角找到了中魁宝剑 将喜来的阿嫖一一干掉 千年阿嫖拔出宝剑 与主角对抗 被主角用铜钱击伤 朋友趁机用电线 电击千年阿嫖 主角飞出宝剑 把千年阿嫖关船爆炸